选择在这个季节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这个季节花开了 然后也挺暖和的 穿啥衣服都好看 所以说有很多顾客做婚姊 就说我都说 哎 看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气质 它是不同的啊 比如说你说你要去点例呢 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就啥的 在两家买一起吃饭 就给大家对亲子的那种的 那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干净的颜色 然后呢 蘸一些钻 然后就搭配一下这样的 能弄得比较小 但有的人说 哎 我就说拍过约组的那种 还有过约组的那种 还有过约组的那种 一款是下级的那个 那个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 几乎缠组的那种 可以做这个 因为它比较这种 有这个小段 或者是非常大 一款这个图的这个品牌 很多人呢 褒色比较暗 然后就会选择说想要做绿色 其实这个绿色是个什么样的人的 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没有闪见版的一个视频 肤色稍微有点点暗闪不好 个人感觉 前四批的还是感觉非常的痛快 修了一个圆形 这个指甲整体来说还可以 形容点泡片 然后肤色稍微暗一点 然后这个首先我们打磨完指甲 然后我们上底胶 上完底胶之后我们上这个牛果绿 它这个展的是牛果九号色跳一个牛果旗 其实个人感觉吧 就是牛果这个颜色你可以做一个 比如说弄点小花花的一个搭配 还是好看 小珍珠了还是很配的 但是这个跳色反正根据个人喜欢的 我还好玩 如果有病挂车的话呢可以去自己撑 将近美中国也真的是让这帮高超 我忙着读这个舞 然后我发现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脸 就是因为他们推荐的他们都不喜欢 他们都是自己的样子 然后呢我今天这个舞和它是一个打五百部分 我就不说了 然后它也是十八年以来 它是我第一次做美甲 就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很甘蔗的一个款式 也不像铁甲片 然后一开始为它找的几个他都不喜欢 然后他说还是坚持了他自己给这种想法 就是一个很日期的一个款式 用的是整天的一个美服的一个号色 然后白色的甲药椒做的一小项款 这个上面滑了这个是别人家的脚 我们用的是维持磨砂封槽 然后我们一起看这个脚 就要滑了这个 呃 灰色的这个小门蜜吧 然后照照照照照的 都能处理摸净粉 这个是四色舞台摸净粉 这个挂车了 喜欢的可以去拍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说一下 呃打五百多分是这种款式 然后打三百多分的 他们又是另外一种款式 因为也是马上开始升学压了嘛 所以说呃做美甲的 也真的是好多好多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是什么呀 我们这里就是这个价 好的 记得给我点个小欧星哦 喜欢的点赞和关注一下